大家好,我是東英走橋的鮑勃 2020年星巴克在全球超過3萬家的墳店 日本也超過1500家 在這1500家星巴克當中 有幾家不但有幾家的地理位置 本身的建築絕對可以成為當地的地標 鮑勃這次就來介紹以星巴克為中心 包含店鋪周邊的景點介紹吧 我們這次拜訪的星巴克 位於富山縣的富山市 而這家富山環水公園店 也被譽為世界最漂亮的星巴克之一 富山市可能不是來日觀光客的首選 但是離旅遊的大景點金澤 坐新幹線約25分鐘 普通車大約1個小時 現在從富山車站走路大約11分鐘就可以到達星巴克 如果來金澤旅遊 沒有安排太多行程的話 何不花個半天來富山拜訪一下這家星巴克 順便在周遭晃晃呢 富山環水公園店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美景 距離河畔以及草地非常的接近 店外跟店內皆是以木頭為主的設計 讓你有一種溫馨感 而且採光非常的好 白天的店內非常的明亮 整家店使用大量的落地窗 讓店內可以直接看到運河的美景 天氣溫暖的時候 坐在室外吹吹風感覺更好 到了晚上店面的打光 讓整間店看起來頗有時尚感 由店內往外看的夜景 也是一大特色 包住星巴克的富岩運河環水公園 於1997年開園 面積約9.7公頃 大概是5個台北小區單的大小 特色是圍繞運河的一個綠地 可以散步的距離總長約2公里左右 是一個非常適合遛狗跟六小孩的地方 包博覺得整個公園的highlight 是長58公尺 高20公尺的天門橋 登上3樓的觀景台 除了可以飽覽公園景色以外 還可以看到遠方的栗山連峰 栗山加公園加星巴克 真的絕景 到了晚上這裡的氣氛也很好 公園的打光非常的浪漫 我們再度登上天門橋看看夜景 跟剛剛白天的感覺完全不一樣 除了環水公園跟星巴克以外 富山市的車站周邊 還有衛武設計的富山玻璃美術館 以及充滿日式感的富山城址公園 都很適合納入富山的半日遊行程中喔 以上就這次介紹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還可以訂閱 Follow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 還有Instagram 看更多內容 我是鮑勃 大家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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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